來不及他們的 十八怪餐廳囉 原來他這裡也有住宿登輯的 也是有做民宿 不過好像大部分的人還是 大部分的人應該還是比較喜歡吃他的東西吧 不然為什麼餐廳的部分 這麼容易就客滿了呢 哇你看 他的餐廳 有特別設計耶 都是木頭的那種FU 哇 好大隻的狗狗喔 不過這隻狗狗是客人的 好 在我吃東西之前呢 我決定要先來拍一下 這個餐廳的風景 我飛來了 我飛來了 我被霧包圍了 你看那邊 看起來像不像童話故事 我現在在那個雲南風情十八怪餐廳 然後我現在四周阿都起霧 我就到山上玩阿 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喔 你看現在是 我現在拍攝的時間是 八月 也就是我們台灣時間的大概暑假期間 然後你看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看起來像不像我 我就是在一個就是冬天 正在過冬季的地方 天阿 我的霧 旁邊的霧就這樣飛過來 咻 好像在仙境喔 好 然後我剛剛看說這個阿 他有很 他裡面餐廳裡面的所有的那些餐 房地久情人柱 對啊 就是一個情人所的概念這樣子 他說親近是小瑞士阿 我覺得是 有一點那種概念阿 有一點那種FU真的 只是說不能長久的待 就是會 濕氣比較重這樣子 但是真的是看起來真的是 蠻蠻 蠻有感的 如果等一下的食物也非常的讚的話 那就是太完美了 OK 我要去體驗一下今天的菜 今天來到這個 雲南重新的十八怪餐廳 然後 今天點了一套2880的套餐 2880的套餐 然後因為我是主人 然後因為我們呢 就是打著他一個招牌叫 豬龍魚 蠻龍魚 所以呢 來我們來測試一下 今天蠻龍魚有哪些 還有清蒸的 然後呢 三杯的 喔 還有蠻龍魚熬成的甜湯 好 那最後呢 就是 我們看一下就是 今天的整個套餐2880 那我沒有吃過蠻龍魚 我沒有吃過蠻龍魚 那所以我想要來試試看 這些 我沒有吃過蠻龍魚的 他連竹頭都沒吃掉欸 他連竹頭都可以吃掉欸 有些真的蠻暖的 好吃的 那一個比這個好吃 哦 對我 胡椒你給我拿 媽媽給我 胡椒給 胡椒給 從胡椒給 好 我現在要來吃它的豬龍魚湯了 來 喝喝菜湯 感覺是清淡然後又有一點那種感覺會很甘甜 嗯 好甜喔 嗯 還有筍 筍之白 哦 錯 角白筍 白菜 這什麼菇啊 跟車帶走 這什麼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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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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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くさん 美人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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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喝一碗 飲食 吃飽了 巡龍魚的骨頭 QQ 好 現在開燈了 就是看起來好像 很古色古香 好 天色已晚 我們吃完晚餐了 好 我們準備再去買泡麵 好痠疤喔 就是那種 那個是什麼感覺 就是那種校外教學 然後晚上一定要吃泡麵的那個 那個怪怪的 怪怪的那個 習俗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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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